總統蔡英文和美國下任總統川普 兩人通電話之後 現在傳出 蔡英文總統 下個月將要出訪尼加拉瓜 希望可以過境美國紐約 和川普重要的幕僚見面 總統蔡英文打電話恭賀 美國下任總統川普當選 引發國際關注 傳出總統府規劃 蔡英文下個月出訪尼加拉瓜 並希望過境美國紐約 和即將擔任川普白宮幕僚長的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普博斯等人會面 也不排除爭取之間會見川普 不過總統府對此沒有多說 只表示有任何確定消息 會和各界公布 有學者分析 美國現任歐巴馬政府 在中國強硬抗議之下的態度 將是觀察重點 美國的外交政策 基本上還是由白宮 就是歐巴馬總統 在主導這個方向 我猜想就是說經過這個事件之後 美國的國務院 還有美國的白宮 一定會對這個蔡總統的過境 會更加密切的這個關注 蔡英文和川普通電話的同一天 美國眾議院通過 2017年國防授權法案 其中包括開放美國軍方高層 可以在美國和台灣和我國軍方高層 進行交流 本案將在這禮拜送交參議院表決 如果獲得通過就代表未來美國國防部 助理部長以上層級的官員 以及現役軍官可以來台訪問 國國國防部長也有機會前往美國華府訪問 曾任駐美代表的前外交部長陳建仁分析 雖然美國說不圍堵中國 但還是會在相關方面提出策略 台美軍事交流是其中之一 不過各界大陸認為 未來川普政府對台美中三角關係的態度 還是要等川普正式就職一段時間之後 才會有比較明確的方向 記者 張雄 陳信龍 台北報導